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他害怕一旦承认错误 别人就会否定他的价值 他所拥有的一切就会消失了 所以他宁可忽视良心的谴责 也不愿意承担犯错之后 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执迷不悟的人 就如同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一样 而我们也必须反省 对于那些能够坦白承认过错 愿意悔改的人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接纳 甚至尊敬他们 坦诚过错需要很大的勇气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 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勇于 承担犯错之后的责任 一个是承担过错 一个是愿意 承受人家承担过错 这两种都是人格的修养 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承认过色呢 就是因为承认过色之后 他就失去了他自己 所有的一切 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做过坏事的 从此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所以一般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过色 承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不过犯错 有的应该承认 有的还就不能够承认 有的在某一些场合可以承认 在某一些场合你还不能承认 这个是要讲究艺术和技术 要拿扭得很好 还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我们非常的三把 自己要做出一样事以后 缝的人就说 我曾经做过什么错 做过什么错事 根本跟你不相关的地方 跟你不相关的人 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人家 你说我昨天晚上偷人家什么东西 你已经忏悔过了 你还在讲什么 不需要 有的人呢 就是专门喜欢听人家 打听人家的错误 人家错误的是反对过色 就是一方面呢 自己在在常常不让人家听 不让人家知道 另一方面呢 又被人家打听 很多人喜欢打听 探听人家的缺点 人家的过色 还有呢 搬弄过色 这个很舒服 讲讲某一个人 哇 这个人是怎么怎么 你不要以为什么了不起 那个人是怎么怎么 我知道怎么怎么怎么 像这种情形呢 就是使得我们大家都 不愿意 不敢承认自己过色的原因 大家希望人家承认过色 也希望自己承认过色 但承认过色之后的后果 实在是非常的严重 因此宁可以不要承认过色 而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过色 像这种 这是我们大家 我们的社会 共同所造成的 但是呢 我在西方啊 在美国 他主张诚实 不欺骗 要是诚实不欺 人 一定要诚实 比如说 我们过关的时候啊 过海关 他说你有没有 带什么 这个肉啊 什么东西 水果啊 有没有带 你说没有 他就相信你了 相信你没有带 但一旦查出来 你是带了 但是呢 你说没有带 这个 他的触发就比较严重了 如果你说带了 他就拿出来 拿出来没收 如此而已 还有学生呢 在课堂上 从小就要训练 你诚实 不说谎 诚实 不诅悲 诚实 不欺骗 如果你 不能诚实 这个啊 社会大家都 从小就看不起你 这是这个 西方人是这样子 那么西方人是不是 全部都是那么诚实的 不是 也是有很多人的不诚实 欺骗人的 也就是说 自己又过色 不告诉人 所以西方人 同样有人犯罪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风气啊 是鼓励人家诚实 鼓励人家 不要欺骗 其实我们中国人呢 在古时候的 我们的圣人 也常常这样子讲 说不耳过 不牵怒 不耳过 不耳过 也就是说 自己承认过色 从此以后 不再犯过色 那是君子 那普通的人呢 承认过色之后 还会可能犯过色 可是呢 承认过色以后 最好 让人家知道 是最好的 自己又过色 然后让人家知道之后呢 人家帮忙你 能够纠正你 能够防止啊 你重新再犯 同样的过色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问题是在于 说我们承认过色之后啊 可能就会 从此啊 再也抬不起头来 挺不起胸来 人家又说 哎呀 你这个人是什么这么的 你这个人是什么这么的 有人过去呢 说我啊 说圣炎法师是老兵 圣炎法师是小兵 哎 我想呢 我也对啊 我过去是小兵 我还没当到老 我就退伍了 不能叫老兵 因为我 这三十岁就退伍了 那还不叫老兵吗 人家说我老兵 我想我是当过兵 但是我不是 我当兵好像没有抢人家 也没有偷人家 这也没什么忙 可是我当我做和尚的时候 当我做兵的时候啊 在军中的时候啊 有人说你是和尚 你和尚 哎我这个很高兴 我做和尚也没有偷人家东西 也没有抢人家东西 那说我做和尚呢 他们是本来是 这是一种开玩笑的 那么人 仔细是错了的 能够拥一认错啊 这是好处太多了 第一个 信中没有压力 第二个 人家可以帮我们的忙 第三个 我就可以抬头挺胸 为什么 哎 我不怕人家抓我的小辫子 抓住了 就是人家承认错误 就是变成一个小辫子 被人抓住了嘛 如果我们不承认错误 那才是个小辫子 承认错误 没有关系 这个我已经公开化 我根本 这个事实就是事实 但是我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们一定是 让人家会尊重的 是尊敬的 所以我们大家不需要 隐瞒自己的错误 但是呢 也不需要见人就说 自己怎么错 怎么错 怎么错 用不到 没关系 他在这里 没关系 在这个地方 里面 擁担 teil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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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